欢迎收看先货报报 今天小编来到巴黎 要带大家一起在淡水河畔散步啦 4月新完工的巴黎左岸漫步广场 除了有免费的公园 还有超美的打卡景点哦 而且听说这边的步道很停缓 适合散步啊 见走等等 或是来这边骑脚踏车吹吹风也很不错 那现在就跟着先货报报一起出发吧 左岸漫步广场站地将近2.2公顷 广场内有多个特色公园 像是水星宫公园 翠宝活动区游戏场等等 水星宫公园以绿林城堡冒险区为主题 造型设计就像是童话书一般 童趣缤纷的设计 绝对是小小朋友们的好玩伴 而翠宝活动区是以碉堡改建而成的游戏场 少了溜滑梯 但多了许多攀爬设施 想让家里小恶魔们彻底放电的话 来这边准没错 广场除了公园外 也设置了多处浪漫打卡点 像是IG上很有名的荡秋千平台 就是在这边哦 还有像是巴黎地标 禁售幸福等等 都是超热门打卡点 其中绝美的婚纱广场 也很适合带另一半一起来拍照哦 巴黎左岸漫步广场整体的规划 十分平坦舒适 也有许多好玩好拍的设施 走到渡船头那边 也可以到巴黎老街吃美食 小编私信推荐巴黎著名美食双胞胎 一个只要20元 吃起来微甜 且有淡淡奶香与鸡蛋香 有来巴黎老街逛逛的话 绝对不要错过了 另外小编也建议大家 下午傍晚的时候过来 不会太热 可以慢慢逛逛 散散步 天气好的话 还可以看到美丽的夕阳哦 中文字幕连 天气盖 中文字幕 安松